英國約克棍一間印度餐廳涉嫌將咖喱裏的杏仁粉改成花心粉 結果導致一個對花心敏感的食客死亡 當地法庭星期一裁定 孟加拉銳店東雜曼、誤殺及六項違反食物安全條例罪成判監6年 案情指在14年1月38歲食客威爾遜 在雜曼其中一間餐廳喊了一份外賣咖喱雞 威爾遜曾向侍應表示自己對花心敏感 侍應亦在訂單上寫下要求 食物盒上寫上酒花心 但威爾遜回家吃完後覺得不舒服 最後因為過敏死亡 而威爾遜死亡前幾個星期 一個少女在雜曼的餐廳吃咖喱後同樣出現過敏 當局調查後在雜曼的餐廳發現花心粉 雜曼相信由於詹曼當時有接近30萬英鎊債務 為了節省成本於是改動咖喱成份 最終導致威爾遜死亡 詹曼辯稱威爾遜下單時他不在場 餐廳是由經理負責 法官就批評詹曼的行為魯莽 為了利潤不理食客的安全 將一切都拋棄了 威爾遜的父母文判後就說 判決彰顯公義 相信兒子可以安息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